新闻 挖挖挖 挖掘新聞內幕 挖苦新聞人物 我是鄭鴻怡 我是余美人 歡迎收看今天的新聞 挖挖挖 陳大哥 歷史看多了 就知道一個國家內部的那個壓力 快要爆掉的時候 一定要找個出口 要有外交事件 外交事件 或者是啟動戰爭 討伐 那麼 把注意力轉移掉 對 轉移掉 其實在日本的幕府結束後 到民治的這個過程 其實對日本整個體制來講是個大陣痛 因為那個武士階級 士族階級整個崩解掉了 本來武士都有 隸屬於是哪個翻哪個翻的 對 整個都崩了 對 而且後來還不准他們配刀了 那這個是他們的生命 對不對 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就有發展出真韓論 要去打韓國 藉口說韓國對他們侮辱 這樣子 可是理智的日本的領導人就說不行 這個時候我們還不能這樣做 可是後來這個整個士族崩解之後 到處在這些在暴動的時候 第一次世界大戰 所以他們認為這是一個非常好的時機 於是把這些人 這些人轉移到 這個所謂的這個戰場上面去這樣 所以你可以知道 很多的攻擊 其實是在紓解自己內部的壓力 沒錯 對不對 北韓壓力很大 內政轉外交 是啊 所以我們來看 看北韓也應該有這個味道 對不對 比方說有饑荒 經濟不好 對 每次訴諸那種民族主義 的時候 其實是最好解決的方法 而且我們隔壁住一個 不定時炸彈 隔壁 會抓狂 會起狂 所以對南韓來講 北韓不就是一個隨時會抓狂的人嗎 他有核子彈 抓狂的人 抓狂的人 有時候他也 你知道嗎 他比較窮 窮的人都不怕死 你講到核子彈 我告訴你 日本人最怕 怕他瞄不準 要瞄南韓 之後打中日本 日本是在怕這個 你知道嗎 在日本會捍衛南韓 對 怕他瞄不準 其實我們在 在這個什麼 反韓情緒的時候 北韓其實站在我們這邊 我休聽 生老病死是每個人必經的歷程 但是當親愛的家人面臨生死的抉擇 我們到底該怎麼做 醫生面臨生死關頭 又會遇到多少掙扎 好 為你介紹今天的四位特別來賓 首先第一位是神經外科的主治醫師 黃聖堅黃醫師 人稱堅叔 第二位是陽明醫院的家戶病房主任 陳秀丹醫師 阿丹醫師你好 是陽明大學附設醫院 陽明大學附設醫院 好 再來是我們的外科加護病房的主任 柯文哲 他本身也是教授 簡稱科P 不能講簡稱 尊稱科P 那麼還有一位是通靈作家索菲亞小姐 歡迎四位特別來賓來到我們的現場 哇 今天是明醫會集一堂 那麼一位都出了很特別的書 這本是尖書出的 黃醫師出的 叫做三十六個感動告訴你生死迷藏 然後呢 這邊是阿丹醫師的 向殘酷的人辭說再見 是加護病房醫師的散終宣言 然後黃醫師這邊是 散終和大家想的不一樣 所以這件事情也就是說 現在人的觀念認為 終於可以體會說 醫學有它的極限 對 對不對 醫療有它的極限 OK 那麼在 在那個極限不能夠再發揮作用的時候 我們能不能接受 散終這件事情 對不對 我們能不能接受死亡這件事情 而 看完這個書之後呢 我就很想找 有沒有什麼可以隱映的 我就簽一簽好了 就 放棄這個最後的什麼 急救 接受插管那樣子的一個治療 先問一下黃醫師 為什麼你會想要寫這樣的書 其實我跟這個柯P一樣 我們都是在那個 加護病房工作 也都十幾年了 其實早期我們都是立志要救命 的確其實這十幾年來 我們進步蠻多的 死亡率也有下降 有一些以前救不起來的病人 後來就覺得說 好像這個科技萬人 只要聘就一定 一定有辦法救 可是到後來還是得 就是說 很誠實的去面對醫療極限 可是我們的科技 面對醫療極限的時候 我們可以做一件事情 我們可以把那東西拋得很長 把那個死亡過程 拋得比較長的 但是問題是 病人就很少有機會可以散裝 人家說有比死更可怕 有死了很難看 所以我們開始去反省說 難道我們在高科技的介入之下 我們能夠做的就只有這樣子嗎 不好意思 來 我覺得今天主要是說 這個人 到底有需要他救嗎 你如果覺得他就救起來 他也換得很痛苦 或者是這個救的過程裡面 所以他延續了多一點的生命 可是他其實是很痛苦的 何必呢 應該是這樣說的 是 讓醫療資源 又讓他痛苦對不對 可是我們怎麼知道說 你怎麼知道說你在救他 他很痛苦 這個救了以後也沒有用 我們怎麼判斷 其實這個是隨著經驗的累積 另外一個是什麼 事實上是實證醫學 就是說你至少要能夠跟家屬說 我的治療計畫是什麼 我準備把它救成什麼樣子 這個是可以 有些過去的經驗 或是一些文獻 這個我們可以知道的 比如說我是腦神經外科醫師 比較 其實我可能我的專業的領域裡面 比較簡單 比如說腦子已經壞掉 全部都死掉了 他們就說你怎麼知道 比如說影像學 你看起來那個 不管是電腦斷層 核磁共振 那看起來大家就說 就糊掉了 已經不成形了 曹英波一做下去 腦部裡面沒有血流 那腦如果是正常的人 他出來的影像是什麼 清楚的 就是說你會看到 它有一就是正常的解剖學的樣子 但是有的時候 它有什麼灰質白質 裡面 它就是可以分得出來 就是比如說 假設這個建築物 1號 2號 3號 4號 5號 分裂出來 輕輕做做 壞掉的時候 整個都 鼓鼓鼓 鼓鼓鼓 所以這樣 簡單的判斷了 什麼對光線的反應刺激 那個是一些 就是神經學檢查 但是 畢竟有一些東西是 就是說 因為大家都會想 一樣躺在那裡是昏迷的啊 對 問題是 心臟也在跳啊 有血壓 有呼吸 呼吸是呼吸器在打 不會累嗎 呼吸器就一直打啊 但是 終究到最後 它還是會停掉 那我們是可以 讓它自然 也可以把它拉長 這個是現在是 就用儀器 機器 你還是有辦法 延續它的生命就可以了 所以我們是 我是認為那個叫做死亡過程 延續的是死亡過程 對 不是生命 如果我認為它是生命 那我一定得 非得盡全力去做 那你要怎麼跟家屬說 這個不用救了 沒有辦法 因為我感想說 我救不起來了 我為什麼知道 第一個 我對我的能力 有 你的能力到哪裡很清楚嘛 你不行的時候 你就去請教 比如說我不行 我就去請教柯P 找一個專家 大家都有頭 我們總是不能欺騙家屬 對 我就想說 我們救不起來 那我們提出另外一個方案 不要讓病人走得很辛苦 對 不要讓他走得很難看 這個部分是 一個比較用安寧的方式 至少 病人走的時候很有尊嚴 病人死了以後 五年 十年 五月夢回家屬也不會覺得 當初 黃醫師 不過一般我們社會的觀念是說 你沒辦法 我們要來找北京 是啊 送北京 人家有很多醫生呢 我現在做法就是說 你這麼困難 沒辦法 醫生如果沒有導航 人家很辛苦 所以才說 你不是看過家戶病房 那個病人被治療到 整個都變形了 你在問護士 這是在叫什麼 是啊 所以 阿護士怎麼回答 剛才 黃醫說的那個問題是很現實的 對不對 很多人會轉院嘛 所以我們的做法 你不求我們要找別人求 我們就是說 不要啦 因為別人不穩定啦 你做決定 轉出去 有時候在半路就死掉了 他兒子做了決策 哇那他更辛苦了 我們外面 本來是說有求 結果轉到半路就死去 路到害死 所以通常我們的做法是 沒有錯 我不行 但是你們想找誰 你們覺得比較好的醫生 原則上那個病人 我們認為這個沒有機會 因為腦蓋已經衰竭掉了 老鼻 那是老鼻 老鼻 大哥的意思就是說 你都不知道 我們剛才的傳統說 我專醫嘛 大小就對了 對啊 找那個比較厲害 但是 那個 我們有跟他說 這個病人的整個狀況 不是那麼穩定啦 其實轉送病人是危險的事情 結果 還沒轉出去沒多久 就 就停掉了 還沒有到胎藥的醫院 路上就停了 結果變成兄弟之間 大家就在 換個 對啊 當初儀心就叫你不要轉 這麼固執 你看現在搞成這個樣子 所以大哥就很自責 那個是兄弟變成說 那永遠是 兄弟之間的疙瘩 對 那剛剛講說 在家伙病房看到那個 被急救到已經變形的病人 你說這在治療什麼 那護士怎麼回家呢 因為其實 有的時候 病人水腫 其實水腫是我們最常碰到 為什麼會水腫 因為治療到最後的時候 我們會用藥讓心臟跳 可是腎臟常常已經壞掉了 所以就有進沒有出 水都擠在裡面 所以 他要讓心臟會胖 所以要灌藥 那藥腎已經壞掉了 所以我就代謝出去 所以常常家伙到最後 拜託拜託拜託不可以這樣 拜託不可以再灌 因為我的臉已經 很大穴了 家伙到最後常常講說 我這一天一天種 後面一天一天種種 越來腎的功能 等到腎沒尿 要不然把腎進去停掉 心臟就停掉了 所以那個時候其實在 某些情感上也好 或是學理上 其實到時候大家都 都沒辦法接受 所以護士才會說 這不是在治療病人 這在治療主治醫師 主治醫師也放不下 治療也沒辦法停 就一直下去了 所以柯醫師也可不可以來 因為大家都在推動這樣的觀念 你有碰過那種求生又不能 求死好像又很痛苦 受盡折磨的例子嗎 其實隨著醫學越來越進步 以前的問題是說 如何活下去 我覺得現在問題是如何死掉 因為你有葉克膜 所以心臟停了也不怕 有呼吸器 所以也沒有問題 有洗腎機 你每天跟你血腥交換 所以肝臟壞掉不要緊 還有點滴也不用吃飯 問題是你一個人 串心機 一個人躺在床上 這一個人管路 就說他有數據上面的生命跡象 可是他完全是沒有任何一個人 對啊 所以你要什麼都有什麼 所以是這樣啦 應該這樣問啊 那個人家問我說什麼是死亡 我反問他的問題 你認為怎樣才算是活著 先回去想通這個問題 再回來回答這個問題 你如果說有心電圖就叫活著 這簡單 一科目要整就好了 要多久就多久 一科目可以動幾天 你想多久都可以 不要關就可以 會不會濕臭了都還在動 對啊 機器再跑差點下去 是 很辛苦 所以這就是傳記式的生命 或是所謂生物式的生命 真正的生命應該是可以擁抱 家人的愛 可以感受外界的美好的事物 而不是只有一口氣 或是只有心臟在外面跳 其實我們要講究 是一種傳記式的生命 這樣才有意思啊 要不然我們看到很多那種生命 是被扭曲的這種生命 其實做醫生的就是希望病人可以過得好 家屬也可以有比較好的那種心理的感受 可是你看到生命被扭曲的 對醫療人員來講是很大的痛苦 痛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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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因為我們不是行善耶 是在做壞事 你有 你有 OK 你要 來來 我們先休息見廣告 好痛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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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